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组织大业 没心没肺的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句话 哥 你今天怎么得罪他了 难怪他都不说话 我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的了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说话要小心啊 我今天已经很乖了 你怎么还不高兴啊 你既然知道我会不高兴 那为什么袁小姐 你还要来放炎花 你是不是 又想找机会 来说那些混账的话 我喜欢你是真心话 可是我不接受啊 你就不应该说 我也没让你接受啊 我也不想说 可是 可是这话他 他从心里就蹦出来了 当然 我也不想拦 说出来我还高兴呢 我这两天 心里特别开心 感觉这心里面 轻松的 都快飘起来了 而且还特别充实 是 我说出心里话有什么错呀 我又没逼你非要答应我什么 我又没让你难堪难受 我只是说出我的心里话 你干嘛还要责备我 你不能喜欢我 你那个家不肯 我也不会愿意的 你不愿意 我还是可以喜欢你 因为喜欢你我才会快乐 你 可是 你喜欢我 会让我很困难 会吗 那太好了 你让我苦恼 那不是欺负我吗 你早就让我苦恼了 今天我也让你尝尝这种滋味 我苦恼 是想怎么让你能够喜欢我 你苦恼是不敢喜欢我 既然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我也就不再管你喜不喜欢我了 我就不会再苦恼 所以啊 喜欢我 你就不会再苦恼了 你做梦 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流氓 我又没强迫你非要喜欢我 当然 你也不能强迫我不喜欢你 顺其自然吧 周晴 何必给自己先设定这么多防线呢 那你 利用心莲来接近我 也是顺其自然吗 这你可冤枉我了 好 心莲 她想出来见你 自己又出不来 非得我陪着不可 我承认 我也想见你 心莲 心莲她喜欢刘和谦 你没有察觉吗 你说我妹妹会喜欢那个 书呆子啊 自己狡猾 却说人家呆 你以为心莲那么高兴 只是因为看见我 她跟她 解书了 解书 那又怎么样呢 你是不知道女孩子的 女孩子借书 也要看人才肯借的 她不认识别人啊 而且只有 刘和谦才有那些西洋小说啊 你呀 你就是 粗枝大叶 我知道你想说这个 女郎 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 回家吧 女郎 该女郎 不 不 你听我唱歌 大海 你来唱 我来喝 在 星光下 在 凉风里 轻荡着少女的轻衣 高音 低音 刘哥哥 你真的好会朗诵诗啊 你念得好有味道 哪里哪里 真的 我想 就算作者她自己来念 也没有你念得动人 星莲 你过奖了 我说的是真的 林水夫人庙那么远 今天啊肯定人又多又急的 我看你就别去了吧 你啊只要好好地休息 一定能够生产平安的 我还得求她赐我个儿子呢 今天啊是她的诞辰 我去拜她一定灵 那 你千万别省累个车去 别累着了啊 行了 我知道了 走了 小心点啊 好 行 乖婶啊 让她们把贡品啊都自己捧着 哎 小姐 少奶奶 当年啊 我就是自己捧着贡品 在庙门口一步一跪 磕了头才进大殿 所以啊 我才升了打海 当年 你们就是不听我的 结果呢 升了欢欢 夫妻两个 还不合了好几年 在庙门口还说这个 在庙门里来先要静 嘴巴要放干净些 一会儿你们俩进去 好好给林水夫人烧个香 磕个头 好好求她保佑你们 生出个儿子来 知道不 你就诚心诚意地拜吧 诚心诚意地求 也不一定我帮你生 绿香也可以帮你生 谁答应让绿香生了 简直越来越不知好歹 你怨谁呀 怨怨自己的肚子吧 我来帮你 那我们走吧 大太太 咱们奉茶吧 请 请 极风 好 你还有脸叫我 你来这干吗来了 求子是吧 是不是叫求子啊 在这儿呢 你孩子在这儿呢 你来求什么呀 你孩子在这儿呢 拉住他 你有没有良心呢 有没有良心 大少爷 大少爷 有没有良心你 大少爷 让我等 让我等 大少爷 有没有 大少爷 咱们走吧 我真别等你 我等到什么了 大少爷 快走 快走 你是我孩子 你也我都等不着 来 警告 我知道你说罪了 可我也不好过 我爱你 请你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 你一定要想起话 一定要等我 大少爷 大少爷 想走吧 什么样子 大少爷 大少爷 走吧 大少爷 走吧 回家 回家 大少爷 小娘 我求你了 她怀的是我的骨肉 是江家的子孙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反了你 你这说的什么疯话 她不是江家的媳妇 怀的就不是江家的子孙呢 我怀的 我怀的这个孩子 就是你们江家 江大少爷的骨肉 他娘就是我这个下贱的巫女 你们江家的子孙 就有我这个下贱的娘 把她给我拉走 你们别碰我 我可是怀了孩子的 你们要是敢碰我 就要打掉我的孩子 拉走 别碰我 快走吧 别碰我 你们 别碰她 别碰她 大少爷 少了孩子留待我怎么办 别碰我 别碰我 大少爷 放开我 别碰她 你别过去 大少爷 放开 放开我 大少爷 你放手啊 大少爷 大少爷 你别过去 别碰我 放开我 别过去 大少爷 我求求你 求求我 我肚子疼 求求你 求求你 放开我 我肚子疼 放开我 我肚子疼 送我去医院吧 我肚子好疼 娘 我求你了 只会出人命的 娘 江家的爷爷 都让你给丢心了 拉走 赶紧 把她拉走 快 快拉走 大少爷 大少爷 求求你 走吧 走吧 大少爷 求求你 大少爷 让让 进吧 大天 大妃 进吧 大少爷 别把大少爷 你动手啊 大天 进吧 大 大天 你救我 大少爷 进吧 大天 救我 大天 救我 新芳 大少爷 新芳 你还敢 你给我站住 新芳 新芳 大少爷 大少爷 你还是有块送医院吧 来来来 来来 来 这 姐夫 大姐让一下 让一下 什么 刚出去了 这到底去哪儿了呀 瑞大爷 赶快找二少爷回来 这家里边有很多事 等着她处理呢 好好好 快点快点 二娘 店里说二少爷约了顾少爷 晚上去放烟火 所以带着三小姐 去买灯笼去了 那你还不赶快 给顾家打电话啊 是 我 我去 快快快 叫我 喂 是姜娘 你个死富贵 大少爷她人哪 我来 我来 喂 管什么大少爷小少爷的 特意要把她给我从医院拖回来 简直是 丢死人了她 喂 现在那个女人死了没有 什么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还昏迷着 那她流产了没有 还在开刀房 那就问问那孩子保住没有 你要记住啊 看着 守着 听清楚了 大太太呢 大太太说 不让去吵她 上次你们闹到我家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女人我们不认识 她肚子是怎么大的 我们江家不知道 我发誓 我要是说谎 我就天主地灭 死无藏身之地 我 我死了下十八层地灭 永世不得翻身 够不够 我发誓 娘 我求你 她坏的是我的骨肉 是江家的子孙 大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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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歹也去前面看看怎么样了吧 丈夫跟人家跑了 你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有什么用啊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我怀的这个孩子 就是你们江家江大少奶的骨肉 我就是那个下贱的舞女 你们江家的子孙 你们江家的子孙 就有我这个下贱的娘 来来来 去那边发 别踏踏啊 来来来 走了走了走了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乖啊 在这儿等我们 都怪你新莲姐姐 买个灯笼 花了半天的时间 金凤姐姐失踪 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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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凤怎么会突然失踪了 派人去找了吗 刘和谦已经骑着车 一路去找了 都是我太大意了 浩浩和萱萱在座灯笼 我就没让跟着去 我跟她说 大肚子就不要出去了 她不听 说是临水夫人诞辰 得去拜拜 保佑她生产平安 哥 怎么了 娘 娘今天也带着哥哥嫂子 去临水夫人庙了 会不会碰上啊 什么 那你赶快回家去看看呀 去吧 好 怎么这么倒霉啊 娘 我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 我回去什么都不说 你们也别说 谁让你来这儿啊 我娘怎么会知道啊 我娘怎么会知道啊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什么都不会说 你们也别说啊 千万别扯上我 别说我啊 是 大少爷 是大少爷 硬逼着我来找周小姐 通风报信的 是不是她跟金凤跑了 你 你们都知道了 还真是这样 他们跑哪儿去了 医院哪 金凤小姐流产了 大少爷死活不肯回家 一定要让我来找周小姐 叫她去医院 怎么会流产了啊 在凌水夫人庙碰上了 金凤小姐撒野胡闹 结果自己流产了 跟咱们江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瞧瞧 你瞧瞧 你们家 连个下人都会来 人怎么样 母子平安吗 还在医院躺着呢 二少爷 你赶快回去吧 家里都在找您呢 周小姐 你也赶快去医院吧 周 周婶子 然后 Reverse 好 轩轩 去倒杯水来 孩子怎么样 保住了吗 我不知道 你在医院你能不知道吗 我看呀 你们还是赶快过去一趟吧 行 周婶 你跟我去趟医院 心里 我让夫贵送你回家 你 我 我不能送她回去 周小姐 我们家大少爷让你带钱去医院 家里让我看着大少爷 要不然我就没命了 所以我不能来通知啊 可 你们也不能在这儿啊 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 行了 哥 一会儿我叫车拉我回去 不行 我看 还是等刘和谦回来之后 让他送你回去 清清啊 来 拿着 周婶 等刘和谦回来之后 一定让他送我妹妹回家 我们去医院了 走 快去吧 当心点啊 快 快 金枫 你醒醒 金枫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金枫 是我 答天啊 吓死我了 你都不知道我要多着急 多害怕 我好怕我终于见到你 却要跟你天人永隔 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很多日子要跟你在一块儿过呢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 你先别急 你听我说 我 我的孩子去哪儿了 我的孩子去哪儿了 你早产 孩子 孩子很虚弱 现在正在家户病房里面 我去接我的孩子 我要去接我的孩子 姐夫 我去接我的孩子 我去接他 现在我就急血 医生说怕感染 孩子还有希望吗 还活得成吗 你怎么哭了 为什么哭 你骗我 你又骗我 我要孩子 我要去见我的孩子 姐夫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我是难过 你这样 孩子这样 我心里难受 你都不知道这几个月来 我多痛苦 我有多想你 光相 有用吗 护士 护士 你会叫金凤的住哪个病房 金小姐是吧 楼下那间就是 哥 金凤 怎么样了 孩子 孩子他没事吧 还平安吧 现在正在加护病房 应该会好的 你去帮我看看孩子吧 我不想让他骗我 你放心吧 现在谁都不能去看 你相信我吗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哥 你出来 你不能走 他要走了 就回不来了 我叫他出去跟他商量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过来 不用商量了 我现在出来了就回不去了 他这样 孩子这样 我更不能走 你到家了 谢谢刘哥哥 你今天送我回来 不客气 也谢谢你 唱歌给我听 那我也谢谢你 你唱歌 真的非常好听 我今天 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啊 下次我带你看哪颗是牛郎星 哪颗是织女星 那还有银河 好啊 那么 天文学家 歌唱家 还有诗人 再见了 你先进去 我看你进去了 我再走 我 Cuando tequila 你.." 如果没有你 antazo 不管天多么高 跟无关的多么好 只要有你陪着我 现在才回来 达海早就到了医院 说找了人送你回来 怎么送到现在才回来呀 不是 今天是元宵节 很难招车 等了半天才有车 你们去了什么人家 家里面连自己的车都没有 不是说好 约顾家少爷去放烟火吗 怎么人家说 根本就没跟你们约呀 我 我不知道 是二哥他带我去了饭馆 跟他几个朋友吃饭 没有见到顾家少爷 都见了谁了 我不认得 就是二哥的几个朋友 都是一些爷们 你一个姑娘家跟人混什么呀 有 有两个女孩子 你看 是有女伴 所以达海才肯带他去看热闹的 你要是不高兴啊 以后就别让他去就是了 我是不高兴 打海他拿谎来骗我 一个姑娘家 就得在家里待得住 什么烟火呀热闹呀 有那么好看啊 你 你 你 有什么好看啊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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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开门呐 打伤奶奶 开门呐 打伤奶奶 这什么事啊 哪有人在家里头自杀的 这死还把家里弄脏了 简直是死给我们看了 够人闭嘴 大太太 大太太 快 看看大少奶奶 是 大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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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自材 快过来抬人呐 是 快按住他的手 先把鞋持住啊 大少奶奶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大少奶奶 你急死我了 吓死我了 别废话了 快送医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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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香啊 快去给大少奶奶 拿换洗的衣服来啊 新莲 你带花花给你睡 好 来 花花 走 别哭了啊 去了医院 不就跟那你的碰上了吗 碰上就碰上 还能让他死家里 绿香 他要是死了 你逼着你大少爷 领着他的尸体回来 他要是没死 告诉你大少奶奶 他要是求不了大少爷回来 他也甭想回来 我 对 他是他的媳妇 死活 让达天把他给送回来 你告诉你那没出息的大少奶奶 对不起他的是达天 是那个女人 不是我们 他死给我们看有什么用 要死就死他们面前去 你告诉他 他丈夫跟别人跑了 闷头弄死自己也没人同情 他这点本事去对付那个女人 去吧 求这大少爷回来 要不 全部都别回来了 是 是 绿香 逼他闹 他要是不听你的 你就闹 就看你的了 逼他闹 听见没有 真是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我看还是要富贵送你回去吧 明天一大早我再让他去接你 这小姐她已经睡了 别担心了 有我在呢 就是因为有你在我才不敢走 我不会是怕你累吗 我不累 我不累 我不是怕你累吗 我不累 我不是怕你累吗 我不累 一想到他的孩子 不知能不能活下来 我心里就难受 你还是劝劝金方 让他把孩子带走吧 他跟我哥不会有结果的 他现在人都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你能不能暂时先放过他 你去哪儿啊 我不想跟你讲话 周晴 你知道我没有恶意 我们不要再为他们的事情 吵架了好吗 其实我也知道 他留下来 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 但他现在真的很需要 朋友的关心 我不忍心让他走 真的 我明白 二少爷 二少爷 你怎么来了 大少奶奶 割腕自杀了 正在抢救呢 大少爷呢 快把他找来 去看看大少奶奶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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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大嫂自杀了 再抢救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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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大叔奶奶 你别动啊 还疼吗 你放心吧 没事了 就是缝了几针 护士说你醒了就能出院了 还救我干什么 大少奶奶 大少爷都没了良心了 你 你怎么还为他白白去死呢 他当着我的面 就跟那个女的跑了 我在那个家 什么都不是 我还活着干什么 大少奶奶 一个女人啊 丈夫不爱了 那最重要的 就是保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你以为你自杀了 这个家就会心疼你吗 大太太只会说你没出息 不中用 只会说你根本不配 当江家的大少奶奶 大太太还说 等到了医院 你要是求不回大少爷 就死在他面前 别再回江家了 大少爷 在这医院 你看你在这儿为他寻死 可他却在隔壁跟那个女人快活呢 大少奶奶 大少爷这么没良心 他这么残忍 我真是替你抱屈 替你不值 替你难过了 大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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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什么呀 我到他面前 一头去装死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你死了还有什么用啊 那个女人 她是那个男胎 大少爷还会管你的死活吗 还会管你的死活吗 该死的 该死的是那个女人 是那个男胎 你可不能便宜了她们 可不能便宜了她们呀 大少奶奶你等等我 大少奶奶 。 悠悠闵楼中我一生守着花落花开谁問过 城外的遗落 还有谁等候 往事都散了 被风吹过 远尽头 该不该让你走 沉默的你依然执着 情难救 却走了那座楼 空洞的心带上枷锁 我想牵住你的手 问你还爱不爱我 也许都没结果 不论是对是错 当一切都成果坑 你的爱有多深刻 只有你才看得到 曾经的梦一早 我不敢再奢求 沧桑的日子 我会一笑而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